今天就是2024年10月31日的星期四 凌晨的1点多钟 这个房子就是54元 一个单人房 其实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夫妻房 这张床很大张的 50几元 我们在重庆这里就住在这个市中心 这个市中心非常之方便 下面是暴行街 我们可以这个窗外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光变的 其实就是重庆的晚上 夜晚的景致 非常之好 所以可以可以看一看到外面 现在凌晨的这个重庆 这些这样的桥啊 那些路啊 路面啊 看一下他们这些车 有没有车的晚上 基本上都可能就没有这么多车的了 零零星星的这些高架路 还有还有果座桥啊 还有果座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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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 这条是一条路的了 看到那些车呢 都有些车水马路的都是 我住在25楼这边 我住在25楼 这边是25楼 好 看一下 多漂亮啊 五十几元这个房子都不错 看一下 最好设计呢 这些很浪漫的那些灯 如果你是情侣 在这些急的地方 环境就睡了 真是非常之 happy的 浪漫啊 那这些床呢 就是棉的 一张这些这样的东西 看一下 这一间啊 五十几元而已 这样啊 在网上预订啊 这些 me and you 我和你 这样啊 这些 还有呢 就是这里 又是有些 这样的 装饰啊 画啊 多少多少 这样啊 非常之好的 就是一张小灯 一张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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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美丽合金 这些有两个 这些灯 就是在床头灯的嘛 在床头灯 接着 有幅画 这些有幅画 我先 我预订了两晚 第三晚呢 就 要重新去 找其他 其他的房 因为它 后日就已经有 订了 在网上订了 所以只能住 这个房 我很喜欢 这个房 就是这样的设计 有些艺术 浪漫 色彩 还有抽象 还有抽象 很多抽象画 这样的布置 如果你是自家来说 这样的布置 如果是俄室 按照我自己个人的设计 可能我会弄稳 这里有些特色 都是有些特色 House 有些这样的东西 接着呢 有个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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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耳架 我把窗帘 是这样放置 两个斑马 这个是窗 这个窗 这个窗 这样 这样就 那 那床 如果我是这样睡 我现在睡在这里 我这样睡在这里 那 我就 就是 我就会 这里有个灯 这个灯 可以 什么的 我迎面 可以看到这些 这样的 墙上的东西 接着我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 那 掃一下 那 那 那 我去看看那些墙壁的画 那 墙壁的画 然后 接着我去看那些斑马 然后 那 就可以 看那些灯 那 灯在这里 亮着 就是 就是不熄灯也可以 不熄灯 这样 好 那 那 這張椅子有一個櫃桶 今天是一個櫃桶 今天是一個鎖中鏡 扮靚,可以扮靚 可以嗎? 活收,等一下先看活收 看看活收 你們有沒有看活收? 看活收比較精神 丟了這個燈 然後這裡有賣什麼東西 這些男女用品 有個鵝 要錢的 購物 有男士用的 女士用的 這些東西 夫妻用就行 什麼男士、女士的東西賣 因為有一個購物 直接就掃描這個東西 你可以買到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 就是比較細緻 考慮到各種人士的需求 還有這個封筒 這個封筒 然後有一個煮水的東西 有一個密碼 有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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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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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佈局就是這樣的佈局 五十多元 還有一個燈 還有一個燈 沒有看 給我看一下這個洗手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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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牙筒 這幾條毛巾 這個 這個洗手間 就是有這樣的東西 看上去 我有多喜歡 這個 他這樣 以往我主要走 房間 他就沒有這麼多 這些 這樣的壁畫 這些東西 有這樣的東西 在這裡 這些是甚麼 這些是甚麼 做了這些東西 是甚麼 就不知道他們是甚麼 用香水掛 用東西 這些東西 這個是洗手間 這裏 可以兩人住就行了 因為牙策也是兩個 這裏 五十多元 一萬多 還要是市中心 重慶是市中心 有光景 地下 它有一個防滑的 防滑的 就不用你打線 就不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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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門口 一上面 按燈 關著它 這樣 洗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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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 這個 液管 洗 洗 水 洗澡 液管 這樣 有些 有些客房 它這裏有個玻璃 它這裏沒有玻璃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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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進去 進去就是這樣 它煲焗不錯 它上面 這個 是 天花 這裏有個玻璃 一看上去就很舒服 五十多元 這裏 什麼都齊全 看上去就很順眼 有些順眼 這些 這裏可以做三架的 可以曬衣服的 這裏可以做三架 一部電視 一般都不看了 看就行 不看就行 那上面的天花 一個佈局 有些感 佈局 對 眼燈 在吊著 吊著 一種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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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頭燈 畫面有多好看 抽著畫面 下面是毛 可以用這種皮 從每個角度來看這間房 記住是五十三元 五十四元人民幣 一萬 很便宜 可以住兩個人 還有椅子 肯定很便宜 有兩雙鞋子 其實這裏都可以當雙人房 是一樣的 還有這裏 這裏有一張椅子 椅子 不知道那些東西 這間叫愛上重慶酒樓 愛上重慶酒樓 不錯不錯 看看開空橋 因為我喜歡開空橋 睡覺 開空橋有些涼 就很容易 好像有人冰凍 那這間房 我非常喜歡的 布局很舒服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個床 這張床 這張床上 有這麼多的燈在 那 無論是夫妻也好 情侶也好 一個人也好 一個人也好 在你的環境 你睡在這裏 你可以看書 有床頭的 床頭燈 有這些燈在這裏 當然晚上 是喜歡穿燈 睡的 同樣 要環境 真的很舒服 布置來說 都是一個魔術的布置 我想都是很不錯 是 現在時間 時間 已經是 這裏的凌晨2點 即是北京時間 2024年的10月31日 過米今天 大同日 即今天 即是凌晨2點 就是 12月1日 可能 有兩天住 今晚 明晚 又住 又回到房間 其實重慶來說 有很多酒店 酒樓 很多 但在江邊 也有六十多元 一萬 那些房間 都是非常好 所以 重慶這裏 我這次是 除了布團之外 我布了這樣的團 不過這次 我是 到今晚 七日六晚 是監製狗 還有黃龍 另外 就是 下山大佛 還有五個個 阿美山 阿美山 總共行程 比較緊湊 結束了這個團 之後 散了團 之後 我就坐高田 整都 兩小時後 高田 就來到重圈 重圈 就沒有高田 先在這裏 剛才說 今天 今天 再 再 再 還有幾天 我打算 有個團 是三日 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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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晚 兩天 明天 就 明天 重圈 其實就是 人造 人造 警官的多 成都那裏 自願 警官 是很貴的 那裏 成都那裏 就是一個山城 但是它又有原來化 又很有特色 它這個山城就是很像生凡事的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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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有個山 就是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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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無限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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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踩過去 那裏 那裏 如果有報名單車的話 今晚我會拿報名單車去花品 她沒有報名單車就沒有辦法 所以明天我就會去坐那些日遊車 去辦紀錄景點 當日我報名是青年女友團 以前我沒有購物 我提過很多經驗有購物 30元的基礎 她的女性是建議我沒有購物 50元人生是好少少 又是建議我80元 80元是一個豪華團 經驗每個經驗都有購物的地方 我通常都購物 每次去購物 去遊樂或者旅遊 我都會自由行 這個城市當時可以去公園 你自己去租動 使用這些房屋 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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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身感受到重慶的人民地 成都來說是特劉一晚 本來在成都我也想特劉多一個禮拜 認真地做成都人 成都人又如何是重慶做成都人 我就是2號步了去坐的遊船 遊船去遊船 本來我本來想到重慶到上海 我想要花大約8000多元去上海 在上海大樓兩天才坐高鐵 那些兩天要十幾號 11月份的16號才有團 坐好一點就不好了 我改為去宜船大概四天三晚 算上生活三晚 那沿途有些景點 你下船 你自己去 那你不去玩的景點也好 那你在船上就行 但是我從來沒試過坐遊艇 究竟到時停下來 是不是真的我不跟團 他們自己玩了 看情況 我今天那個三盒 這個三盒這邊 我就沿途去應援那個 那個船上這個三盒 做過的美好學生 都非常之好 我相信這個行程可以帶給我開心的感受 我也很期待 其實小時候我都很喜歡坐船 我相信人生是第一次可以給我一種激情 一種動力 我是很期待的 就是感受一下 在大海的郵輪呢 我都沒試過 通過在一個內河那裡才感受一下 如果好的話呢 或者下次我都會坐在遊艇機坐下來 而也有十幾天的那個海上 遊覽一個漫光 大海一片片深情 都會特別開闊 所以這是一個 剛才有內河到大海的接觸 多點體驗一下生活 而留在生活 其實生活是一個非常之美好的 通過旅遊 讓你看到不同的地方的特色 所以非常之美 旅遊呢 也等於一個充電 叫什麼充電呢 就是說人生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很多起伏波羅式的 甜酸苦辣 有什麼時候 我們每天 為了工作 為了理想 去追求我們的夢想 在這個過程中 很多事情是有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是有什麼呢 有很多事情是有什麼呢 就是 就是 也有開心的時候 也有快樂的時候 也有我們很焦慮的地方 因為連追求的過程中 一定是產生的過程中 很多事情都是 每次都能夠順利的嘛 在這個過程中 通過旅遊 體驗一種感覺 是大自然與人的磨碎 的磨碎 一體 那你的心情 就是非常之快樂 就彷彿忘記了時光 忘記了何年何月 你只是全身心地 落在當下 活在當下 快樂夜 珍惜當下的 每一分每一秒 那種很快樂的一種感覺 所以 我覺得 是一種 旅遊 一種美妙的 身心健康的 充滿了激情 幫助你 心中的一種 喜悅 如願 就是讓你自己感到 人生 充滿了 希望 我們活在 這個世界上的 每一天 都令人 感覺到 一種激動 一種激情 我這種 旅行 真的可以 讓你達到 一種 演發 一種活力 演發起 一種青春的 一種 美好的 圓境 所以 這次 其實 這次去 靠靠靠靠 也好 經過十一天 接著去重慶 那邊 過一天 又可以移昌 那邊 再去 那邊 所以 數碼都說了 這裏 賭蠻卷書 不如走蠻年 其實是 真的很好 所以 我今天 都 內心充滿了 一種 非常非常 有些愉嫌快樂 其實人生是很短暫的 歷史是一個場合之中 在宇宙的時候 人生是一種短暫的過程 我們很多時候通過旅行 或者去遊覽做學生 世界的美妙每一種風景 都是我們深深地體驗到 生命是多麼昂貴 活著我們就要更加珍惜 我們每一分每一秒 我們今天就是聊很多 拜拜